大家好,我是乔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期 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好声音官博的最新消息 李健确认加盟最新一季导师阵容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相信大家还是比较兴奋的 毕竟这些年中国好声音导师来来往往不少人 但却很少有像李健这样轻易色好评的存在 即便是周杰伦、谢霆锋等人都没能做到 而文文尔雅且情商极高的李健 就像是一位世外高人 既不会过分的诱导选手 也不会因为抢人而争红眼 有他在的时候总是那么舒服 不得不说李健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格 所到之处无不拍手叫好 不过之前也说了 中国好声音官博自从发布了 谢霆锋、李荣浩加盟的消息之后 有长达一周的时间没有任何动静 以至于不少人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导师出现问题了 抛开神秘的第四位导师不说 连一早宣布的李健都没有半点风声 实在是让粉丝等得煎熬呀 如今正式官宣也算是给大家 服下了一颗定心丸 不管最后一位导师是谁 只要有李健在 相信节目口碑一定可以回暖 当然有一说一 外界对于最后一位导师的猜测 依然没有停下 即便李健现在回归 但人们似乎仍然从中 秀出了一丝不对劲 节目组播这么久 是为了什么呢 目前网上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 李雨春可能谈崩了 节目组正在临时换人 客观来说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大 尤其是最近李雨春正在B站路 说唱新世代 时间上可能会出现壮党 节目组如果等不了那么就会必然换人了 此前有网友表示 中国好声音官方正在接触尚文杰 由于没有实锤 所以战时只能够当作人事爆料了 不过有趣的是 每次有殷宗的嘉宾没谈拢 那么尚文杰就会被拉出来救场 比如之前 华晨宇受邀出席歌手2020的时候 直到最后一刻才赶赴长沙录制比赛 但节目组同时也开启了备用方案 那就是和尚文杰提前接触 也不知道该说这是认可尚文杰还是单纯的把他当成的替补 实在是地笑皆非啊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建老师的加盟 相信有他在 中国好声音一定可以力往团栏 将近几年下滑的口碑就回来 至于第四位导师 不管是谁 大家都尽量保持着尊重 李雨春能够来最好不过了 如若不然除了表示遗憾 也欢迎接替他出席的歌手 中国好声音因为有你们而精彩 出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